被朝没资格当南京同袭主帅 西洋丽江七世摊牌回应 球迷们意外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思那么前段时间了南京同袭这边啊官宣他们的球员西洋丽江 成为了他们的主帅兼球员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消息在整个球迷界呢 真的引起了很多的一些争论 那么有些球迷啊就批评啊这个南京同袭队是不是在故意摆烂 因为呢目前来看的话他们是觉得说 在此前的根本没有球队啊让这个球员的去真认这个主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看起来似乎比较滑稽 另外一方面的有一些球迷就觉得说西洋丽江的还是球员他目前去兼认这个主帅的一个一直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经验 所以就感觉了南京同袭对这边的感觉是在玩一样根本就没有把主帅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当一回事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外界普遍是觉得说呢 西洋丽江这边可能没有资格去担任南京同袭的一个主帅 而且接下来呢有可能会耽误整个球队后续的一些成绩的一个获得 提升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一次距离官宣自己成为南京同袭主帅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么西洋丽江在等待这个舆论慢慢平息之后 他也是终于呢在最新的社交平台当中呢 首次摊牌发生并且呢用了七个字来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晚上那么西洋丽江呢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发了七个字来表达自己对这一次呢能够上任担任球队主帅 一直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说呢感恩一切 慢慢来 所以从西洋丽江这番表态当中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一方面呢他非常的感谢说球队对他的一个信任 他也非常期待呢能够在后续为球队取得好的成绩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外界的一些质疑或者说批评呢他也觉得自己呢其实希望接下来能够慢慢来用自己的实力向外界证明呢他西洋丽江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实力的球员也是一个有潜力去做好主帅的这样一个人选 所以说实话对于西洋丽江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相信很多球迷的应该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本身来回顾西洋丽江他在这几年过往的一些言行举止来看的话 他可以说的是一个比较热血甚至是有些啊态度比较这个 暴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所以这次他居然能够如此冷静的说出这番话而且希望自己慢慢来呢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态度的确要很多球迷 确实是意想不到的 不过恰恰我觉得就是从西洋丽江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了 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已经开始较真了 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主帅的一个工作了把他当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好了向外界来证明自己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外界的球迷来说呢也不妨啊给西洋丽江一个时间 虽然说他在此前的确实没有相关的一些好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呢谁都是从0到1的 你像杜峰的在此前刚刚成为这个广东队的一个主帅的时候 不也一样面临着 很多的一些质疑吗 甚至在前面几个赛季啊他带着球队呢去争夺总冠军的时候的话 甚至因为过度的一些压力和质疑呢让他自己真的是 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压力 甚至头发呢都白了很多 所以我相信实际上不管是任何一个球员 从他的一个身份转变那一天开始了 就会面临着很多质疑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球迷啊 愿意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表现和成长的时间的话 相信了他们如果说真的愿意争一口气呢 也会给到我们球迷更多的一个惊喜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呢其实西洛丽江虽然说 并不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国际巨星 但是本质上他在CBA打球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冲劲 有拼搏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所以想必如果说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宝贵品质 能够用在这个教练的工作身上的话 想必后续呢他应该也能够给球迷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 所以相信呢我们球迷接下来呢也不妨呢给他的一些耐心 期待一下他后续呢能够给更多球迷带来更加多 精彩的一个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